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二十大 我写过很多文章 包括二十大的政治路线 包括二十大的人事故具 二十大未来的政策造像 都在双关媒体发表过 那么我今天的演讲其实也在美国GN网站发表了 之所以悲观的话呢 我是因为根据这么多年对这个实际民这个权力 就是说对这个实际民权力体制的这样一个研究啊 让我这个得出这么一个双对比较悲观的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绝对权力控制体系 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它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所谓的这个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这样一个状况 而是说这个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结构内 权力行使者根据必要性的那个处置和知彼事物的这样一个权力 那么这种这里的关键就是在于所谓的必要性 也就是说权力行使者 让自己来判断这种必要性的 一种带要很强的这种所谓的主观和随意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权力本身就告进了一种所谓的绝对性和神性性 也就是说是不可侵犯和不受约束的 我们讲习近平很早就有谋划这种绝对权力的这样一种冲动 或者说是打算 他大家都知道了 他所谓的为民族劳福心 为人民劳幸福 以及这个要把中国带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的那种雪乐 以及他所谓的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三段式的论识 并这个当仑不浪地把自己认为是强起来的这个忍路人 这些是习构建的所谓的一套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神话 那么这个神话就构建了他极权的合法性 而且所谓的必要性 应该说十年下来 习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他建立并补固了一套黑心体系 我们讲这个中共十八届共全会习自豐为全党和党中央的这样一个黑心 尽管这个最近三年呢 这个疫情让他的这种权威有所折循 但是权力我们看到他是反而一步一步的得到强化 得到强化 所以讲这个 那么在习某几这种绝对权力的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座的很多人都符落了一个去年11月召开的所谓的中共六中全会通过的那个历史决议 我最近反不看那个历史决议 越看越看越看那个历史决议了 其实是含有很多的所谓的密码在里面的 那么这种会议我们讲他以这个所谓的历史决议的这样一个名义 从历史的高度啊 对习我认为的主持人也讲具有共担党这样一个特色的加冕仪式 加冕仪式不但使他的黑心地位看起来不可动摇 更呼吁了他继续执政以及乃继终身执政的那种合法性 如果大家就看这个历史决议就可以看到他从12个方面呢 对习对这个习对中共和中国社会的改道正式了这个称颂 他的丰功伟之啊正式了称颂 那么也讲这个习抢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思想呢 等等我就不这个不说了 那个话都非常看我看来都感觉到非常肉麻啊 那个吹鼓了都非常肉麻啊 那么这个实际上等于什么呢 等于公告了二十大将继续由习来讲座领航 法则的话你如果二十大不继续由习来讲座 那些肉麻的话怎么能写出来呢是不是 这个没法从逻辑上没法再解释 但是遗憾的是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很多人呢少看了这份历史文件 以及这个这份会议啊对习的联论的意义 而过于纠缠和放大了权力挂头之间的那种权力斗争 当然权力斗争是有的 但是把它放大了的话可能这就错误的判断 途律上来看 我觉得习的这个绝对权力之路这样比较顺利 没有遇到太强的鼓励 但是二十大前呢 即使有历史决议的这样一个美化 习并未能真正建立起绝对权力的控制体系 他还差零零一脚 这个零零一脚就是二十大 二十大的年龄我觉得是习的黄炮加深 黄炮加深 在中国内外交困 党类非议不断的情形下呢 他还能好悬眼的获得联论呢 说明他仍在构建的这样一个体制 这个正在发挥作用 我认为二十大将无意外的进一步强化 习的权力和他对党的控制 和一些这个和 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的观察相反 这个刚才我们眼前的一些朋友的这样一个 这个讲话 那么有些人认为习基础二十大能够得到连任 他的这个权力也会到二十大会的削落 这个削落 会遇到比他的这个第一 二任期来到党类更大的那种权力挑战 但是我认为事情可能不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讲了 我们讲江湖时期所建立的那种中共的强大的派系体系 在过去十年基本上比习打烂了 打烂了 那么我认为习的二十大会更有效的控制中央委员会 特别是政治局 特别是政治局 从现有的政治局的名单来看 大概是去民省习派舍海的人是有十二个 加上习自己是十三个 二十五人这样见了一半 那么我认为这个二十大的至少要见六成以上 六成以上 而且关键的职位都会被他们控制 所以这个我这就不讲了 那么习的二十大的另一个控制重点就是 在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 这个大家都感受得非常非常深 感受感受非常深 我这个也不长期来讲这方面的关键 因为习的观点我就不讲了 昨日言之十九大已经将习描迫起了天降伟人 是用来拯救中共 拯救中国的 这个你看历史决议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那么二十大之前我们讲官方也开出马力 所以大道舆论为习进一步造型 这个我也就不再讲了 总而言之 他的这样一个就是说 二十大前这种所谓的渔民宣传 能不能达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渔民效果呢 当然不能达到 我认为他肯定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但是当局其实他也知道这点 但是他也并不是指望要达到这种效果 而且这种宣传就是为习二十大年内来制造一种舆论 解决使我们这种必要性的问题 必要性的问题 这实际在我们讲现在绝对全面是一个控制的两步 但是只有这两步其实还是不够的 还要有第三步 也就是说第三步 它就是要在全党和全社会营造和保持一种危机感 危机感这点非常重要 让中国处于老叫危机状态 从这个角度看呢 中国过去几年对西方的过去几年外国环境的恶劣 已经和美国和西方的对抗有某种不得已的持续 但更多的也可以认为习有仪为之 从这个角度看 你还等于看清零也是这样 既所以清零这个迟迟不退场也有专门的考量 也就是要保持一种危机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认为这样一个经济的这个目前的这种衰退啊 并不会让习在权力控制方面有什么这个退步 有什么退步 呃 那么二世大他将借着这个绝对权力的这样一个 呃 并由这种绝对权力成为统治的原言 呃 这个过程到底会有多强 我不知道 也许五年 也许十年 也许十五年甚至更长 啊 甚至更长 呃 我就这个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我认为这些词 我们就是说